因为刚刚执行的话是从这边执行 很不方便 那所以如果你要让它在这边直接执行 就是变成按钮的话 我先把这两个按钮先清除掉 按Delete掉 那做法 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开发人员里面的插入 插入里面的话 有一个表单控制项第一个按钮 就是左上这个按钮 左上的这个 然后呢 这个就是一个按钮 我们基本上就从这边开始 这边就是开发人员 插入有一个表单控制项 第一个就对了 不要选错 不要选到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按钮也可以做 不过它比较麻烦 它还要去写一些什么事件等等 反正多写一些东西 那如果你用这个的话直接连接 连接什么连接你刚刚录的聚集 OK 那怎么做 一 有点像是那个小画家 你就把它点它 然后拖拉应该会吧 就跟小画家一样 拖拉一个多大 你自己决定 你要大也可以 你要小一点 反正你这个地方 大一点的话 刚刚看得比较清楚 画面这么多的空间 反正你弄大一点没有关系 然后呢 你就把名称给它 那名称我们刚刚是串接了 所以你可以什么 复制串接两个字 按确定 那为什么要复制串接两个字呢 因为 等一下你要打字 串接两个字 你可以省下时间 就可以直接贴上 当你要自己打上去 因为它原来的名称会叫按钮1 那把它清掉 这个时候呢 你就产生一个串接 第二个我要产生第二个按钮 第二个按钮是清除嘛 对不对 那 如果你第二次再加按钮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从这边去拖拉 不过呢 如果你这边拖拉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要让它一样大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呢 我的习惯是怎么样呢 我不会用再拖拉 我习惯的方法是按右键把它复制 就是如果你把它复制之后 点下面一下再贴上 那它就会长得一模一样大 有没有 这一招是我习惯的啦 所以我分享给各位 因为一般是再拖拉 可是又再拖拉 又不一样 你要再调整 我觉得反而麻烦 那我的做法是先做一个复制贴贴贴 看你有几个嘛 反正你这个工作表里面有几个按钮 就先贴几个 然后呢再去修改 所以修改的方法就重新按右键 这边有个指定聚集 再重新指定清除 再把清除两个字复制 按确定之后 把上面的名称 delete掉 贴上就可以了 串接跟清除 这样按一下串接清除就有了 有没有 那做法其实跟小画家那个差不多啦 反正拖拉 大小由你自己决定 另外当然它里面有一些格式设定 比如说字太小的 你可以按右键 它这边有个控制项的格式 里面的话你可以决定什么 字的大小 还有它的颜色 字的颜色啦 底色啦 对齐啦 等等的这上面都有 比如说你字太小了 你可以把它放到20号字 颜色把它改成红色的字 按确定 有没有 串接字就不一样了 大概可以从这边去做设定 那这第一个按钮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不想要很正经八百的 像一个按钮的话 像你之前有同学 他学VBA 我又问他说 你老板知道没有学这个吗 他说不知道不能让我老板知道 为什么 因为老板知道的话 他就会知道你效率很高了 对你就不能 对所以他都是下班前的 再偷偷的把按钮给执行 那按钮又不能做这样 因为老板一看到你会VBA 因为他老板也很聪明 他老板也学过VBA 让他知道 那你又不能让老板知道 情况下 你可以在旁边插入 可以用什么小图示 比如说你旁边加一个小小的笑脸 做一个 有没有 然后这个小按钮呢 你可以有没有 当然做小一点的 换个颜色 这些都可以变换 有没有 这边都可以 你可以换个笑脸 那另外的话 你也可以插入另外一个小图示是叉叉好了 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装饰 放在旁边 以不让太醒目为原则 然后你按右键指定聚集 你也可以指定刚刚的串接 然后按右键指定什么 指定清除 这样的话 你可以下班前 移到这边来 按一下 下一次上班的时候 再按一下清除掉了 类似有这样的功能 隐藏版的功能 也就是说 然后你如果要执行聚集 不见得一定要用很正规的方法 你也可以用一些 甚至小插图 小图示 图片上都可以 按右键 只要能够指定聚集的 其实都可以按右键 这边都可以指定聚集 OK 所以蛮多地方可以指定聚集的 你只要可以点击的地方 这个是有关怎么做按钮的方法 说明 只要是录制聚集或VBA 他都可以做出按钮 你按下去 你就可以执行你要的结果 这个聚集部分按钮讲完之后 再来我们就要自己来撰写VBA了 所以再来可能又要更上一层楼了 刚刚是录下来的 是Excel帮你写出来的程式 后面的话就不是Excel帮你写了 你要真的自己动手写了 那怎么样动手写 反正都有固定的SOP 我是觉得你就把SOP记熟 以后照着做就好了 就把那个RUN熟了 所以我慢慢知道一个流程 就是大家要的东西 其实就是固定的SOP 照着那个方法VBA就写出来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 可以有很多的范本 比如我今天要做这个 然后有没有范本 可以复制贴上改就好了 理论上因为我的课程 优点就是在这里 我有很多的范本 然后我会尽量的把那个过程用 尽量说到最小 你需要记忆的部分 几乎是不用了 都很直觉的 对不对 所以像我平常做事也是这样的 我一定不会去使背太多东西 如果要背的东西 一律都不特别去背 那我会怎么做呢 把我做过的整个动作都录下来 或者是说把画面照相下来 然后放在云端上 下一次我需要的时候 我直接去看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 好处就是我做过一遍 我忘了没关系 我把那些东西拿过 我又会了 最重要是要记得你那些关键的点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 按钮做完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按钮做完 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开始设计那个 我们自己写VBA 那VBA大概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按按钮 按钮的话你会发现它是SUB SUB开头 那如果是 那个制定函数的话 是Function开头 Function的话实际上就是函数啦 那如果是你在VBA写的就制定函数 OK 那做法一请各位先在模组上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OK 那为什么要插入模组 因为我要跟那个 刚刚录制的这个聚集做区隔 那区隔的话呢 我就重新再插入一个模组 因为如果你要转写VBA程式的第一个动作 一定要先插入模组 插入模组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帮我产生一个模组 叫Module 2 有没有 原来的这个录制是在Module 1 那我们写程式的话呢 记得写在Module 2好了 把它分开来 当然你要将来如果要开启它的话 右上角有个XX 你可以把它关掉 有没有 打开的话就Module 2 点两下 它又打开了 有没有 Module 2 那待会呢我们就是要 假设我也需要 在这边撰写一个什么呢 撰写一个按钮 假设名称叫Module 2 插入一个程序 所以请各位再来第二步呢 把游标放在右边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的名称呢 也许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的 我这边 这些奇怪是用Module 2 假设我今天是要 串接Module 2 假设我给它一个这个Sub名称 然后按个确定 插入程序 名称叫Module 2 按确定 那它会自己帮我写一些程式 什么程式呢 写头跟尾 中间的东西是我们自己要夹的 按确定 好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它帮我产生一个叫Public 不过这个Public 你暂时可以忽略了 先不用管 因为这个意思是这个 副程式能不能跟其他的Essail档案共用 目前只有一个 所以没有共用的问题 甚至你可以把Public拿掉也没关系 这边其实不影响 主要是Sub名称叫萌号 OK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希望 如果假设执行它的话 可以把后面这些串接起来 帮我输出到前面 那这个叙述的话 在VBA里面该怎么写 特别注意 你可能要多学一个物件名称 就是储存格 储存格在Essail里面 在VBA里面 它的名称叫Sail加S CELL 记得要加S 所以它在Essail里面的储存格 它就是用细胞当名称 也类似 我们身体所有类似 就延伸出去 那记得一定要加S 因为之前有同学 忘了加S 钱瓜胡 我要输出的 记得写前面 它的规则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里 这里怎么指向它呢 它会先问你RAW INDEX 指的是哪一列 所以你输入4 后面第二个逗点 COLOR INDEX 指的是蓝 蓝的话你可以给5 或者给字串的话 是给双引号1 我写用1我觉得比较直觉 4逗点双引号1 双引号后瓜5 意思就是说我即将要丢资料在这个格子里面 那丢什么东西呢 丢等于双引号09 就有点像刚刚的公式 09然后面的话加什么 加哪个储存格呢 F欄 帮我F欄里面资料 所以你可以空一格串接 特别注意VBA里面的规则 AND在ESALE里面不用加空白 可是在VBA要加空白 然后把什么呢 把F欄的资料 帮我丢到 我习惯拿前面的来复制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可以用什么 Ctrl键拖拉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F 意思就是说什么 帮我把那个09 AND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帮我把它串在一起之后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它流程有点像这样 09然后把这个有没有 丢到这边来 抓到对不对 然后这两个串在一起之后 丢到这里 这里就是指什么 这里就是指这里 所以你要你可以 它还没打完 你可以先try一下 上面就执行有没有 试一下要不OK 如果不OK 你就不要往前了 你就检查一下 比较常见的错误是 Sales少打S 是不是按时有问题 是不是按时有问题 在开始还没开始 就有问题了 那什么问题 执行看看 你按上面有个执行 执行你会发现 911出现了 那为什么911 因为里面都是数字 所以没有0开头 它自动帮你转数字 什么时候会变成没有911 就是0911呢 你可以空一个串接一个什么呢 一个减的符号 其实这个做法跟那个 刚刚那个还蛮像的 end前后要加双以后 执行 如果加一个减的符号 因为有非数字的字元 所以它就把它当一个文字了 0911了 有没有 那后面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是什么 再串 所以基本上这个根字要编辑列很像 就是把后面东西串完之后 丢到哪个储存格 的叙述 后面的话呢 再来还有一个规则可能不一样 就是在Excel里面是用Test Test这个函数嘛 我们刚刚不是Test 然后后面的话 哪个储存格的资料 然后3码就000 可是在VBA里面 它名称不叫Test 它叫Format 就是Excel里面的函数呢 跟VBA里面的函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它转换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也许就是 再到后面空一格 然后打一个 M一格 然后Format 打一个Format 跟刚刚那个规则还蛮像的 只是Test改成Format 钱瓜糊 那要把哪一栏的资料 哪一栏哪一列的资料抓过来呢 其实就G栏 那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 一样哦 复制贴上 这个 复制贴 那复制贴怎么比较快 我是用那个 你那个Ctrl C Ctrl V 我的习惯是拖拉加什么 Ctrl键 放开 有没有 这次要更快 写程式的时候 有时候用拖拉 拖拉 程式很快就可以写出来 那这边的话可以把它改什么 改成G 有没有 然后后瓜糊一下 逗点 逗点后面的话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000有没有 因为我要双引号000 就是它的格式 后瓜糊 把它再执行一下 执行就是这个执行 诶 错误 Format 这边少一个end end串接 end format 然后呢 执行看一下 基本上 084出来 那一样的方法 后面就是 再把 刚刚前面这个东西 有没有 其实也是复制嘛 再把它贴到后面 为什么 因为把那个G改成F 改成H 有没有 执行看看 有 就完成了 这一串 基本上呢 可能 要把这些打出来 把它放在下面 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一串 如果你怕打错 其实各位可以参考哪里呢 参考那个 我们的讲义里面应该也有 讲义的那个哪里呢 下面 往下 这个串接 在这边就有了 副程式 有没有 第四列 这边 蒙号 Sales1 等于这一串 如果 刚刚的东西 这些那个公式你怕打错 你可以试着参考一下 这个 那个 就是 我们的讲义里面 那不过呢 目前 输入完之后呢 它只有输出一个储存格 那如果我希望把底下所有储存格 都填满的话 那这个地方又要该怎么做 这个等一下再看 那试着先把这个程式打完 就是 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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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